这只茫茫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 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 但他身上的错经名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 预示着他不凡的身份 兵符 虎符意味着军权 剑符即剑军 两千多年前 杏陵军未得到他 不惜生命安危地铤而走险 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 淳王齿寒 赵国灭国 魏国也将危在旦夕 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 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 信陵军的艰难在于 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 增援赵国 最终他还是这么做 兵符集合 万马齐发 赵国因此得救 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 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现存于世的虎符只有三个 杨陵虎符 杜虎符 和新七虎符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杜虎符 是所有出土虎符中 名文最长的一件 四十个错经传书名文 大义是 兵甲之符 右符在君王手中 左符在驻扎地的将军手中 调动军队时 军王都会派人持右符去驻地 与将军手中的左符符合 将军才能出兵 战国时代 战火频繁 军情紧急 稍有闪失就可能殃及城池 山高水远 没有现代通讯手段 军主就是靠虎符传达军令 为了保密 虎符通常设计成小桥隐匿的造型 实现账户和密码的有效对接 虎符多由左右两半组成 军主和将军各执一半 左右符的背面各有损某 一一对应 符道则军道 只有同为一组的护符合在一起才能发兵 这就是符合一词的来历 古代朝廷传达命令的凭证除了符 还有节 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厄军企同节 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交通免税凭证 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通行证 同节上的名文记载了 这是公元前三二三年 楚怀王发给儿子厄军企的运输免税证件 同节分周节和车节两种 用时双方各持一半 和阶验证无额才发生效力 后世随着勘验手段的发展 符节虽然渐渐成为历史的背影 却也并非踪迹全无 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 符合的教验逻辑 已经根植于人类活动的脚脚落落 守护着现代社会的秩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